我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狀況 所以我的那個金錢上面 現在其實要做食衣奉獻是有困難的 那因為我也有龐大的房貸還有醫藥費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壓力 就是有規定過一定要食衣奉獻這樣子 我就沒有啊 我還是來了也沒怎樣啊 胃癌的時候我是很害怕的 那因為我對醫療也不太懂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達明牧師跟師母 然後為我禱告 以及找我去他的醫生那邊去做意見 因為我對醫療那時候是完全不明白的 有介紹醫生這樣子 那今天達明哥感覺很狀況 還蠻好這樣 對就是就像往常一樣跟大家勉勵 我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狀況 所以我的那個金錢上面呢 現在其實要做食衣奉獻是有困難的 那因為我也有龐大的房貸還有醫藥費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壓力 所以我知道基督徒要食衣奉獻 但是我目前也真的是 就是很糟糕的是 我沒有把自己的財務規劃好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能力有限的 所以他其實不會強硬的說一定要 不然就 什麼叫做強硬的 就是有規定過一定要食衣奉獻這樣子 我就沒有啊 我還是來了也沒怎樣啊 對啊 但是我會回改 我會盡可能 趕快處理好我的財務狀況 盡快回到食衣奉獻的基督徒 因為前一陣子疫情的關係 還有自己的治療 那很多聚會我都改成線上 所以今天是因為生日的Party 就是五中年輕我就趕快回來 就很多很多就是 有在這邊聚會過的家人也都一起聚在一堂這樣子